法国城关教会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家人们 大家祝日平安 还有在视频上 收看直播的弟兄姐妹 也愿主与你同在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觉得在生命当中 谁的话要好好听呢 这个属灵啊 老婆的话要好好听 那我说了 医生的话要好好听 同意吗 在半年多以前 因为我有一次痛风 那次痛得不得了 后来就去看医生 看完医生之后呢 他们就说 你这个尿素太高 然后还查了一下 我全身都应许 应了大概二十几种 后来说这个肝油这些太高 那医生说 你这个高的已经有点高了 要吃药 尿素呢 暂时你先有些东西 先别吃看看 半年能不能好下来 结果我就吃了半年 也进了半年 结果一查 一模一样 为什么一模一样呢 因为我吃药的时候呢 有时候忘记了没吃 那医生说的嘛 你要听听吃 那有时候呢 那有时候呢 也忘记了吃两次 你看看 有时候呢 当我们说 你这个不能吃了 那个酒也不要喝 但是有时候还是喝了 那有时候呢 医生说 你这个我开给你 药呢 吃半年 吃完之后 你就去印血 印完血 拿单子就给我 我吃完药之后 我两个多月 还没去印 第三个月 才去印完血 所以医生一看 差不多 你看 没有好好听医生的话 就没有效果 所以我看完之后 他又说 再给你开药 这次尿素也降不下来 再加一个药 降尿素 所以现在 吃两种药 现在稍微有点听话 这个每天矜持吃 所以好好吃药 听医生的话 要好好听医生的话 当然也会有效果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呢 信耶稣呢 你要好好听耶稣的话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 信耶稣就要好好听道 下面我们就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 一二三 当许多人聚集 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 敬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用比喻说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 有落在路盘的 被人敬踏 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 有落在盘石上的 一出来就枯干了 因为得不着滋润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一同成长 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 伸展起来 结石百倍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大声说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门徒问耶稣说 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 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也看不尽 听也听不明 这比 神的道 那些在路盘的 就是人听了道 就是人听了道 走开以后 被今生的实力 情感 厌了 其中的 并接不出成熟的 实力 落在豪土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实熟在诚实 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 结实 没有人 顶灯用器皿盖上 或放在船底下 乃是放在灯台上 叫你们的人 看见亮光 因为他们的事 没有不醒出来的 隐瞒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 正亮君 因为他有的 还要交给他 他没有的 别他事以为有的 别要独走 耶稣的母亲 和他弟兄来了 因为人多 不得到他跟寝 有人告诉他说 你母亲 和你弟兄 站在外面 要静 耶稣回答 听了神之道 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了 好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啥种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是我们温州的话 你种水稻 没有这种啥种的 我们是先把秧苗弄好 再去擦 这种是种植率 和利用率是最高的 但是在两千多年以前 还是这种方法 所以这个就会出现 有种子落在路旁 落在石头上 落在荆棘里 就会有这种情况了 这是正常的 我在这个图片 给大家看一下 好 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 信耶稣就要好好听道 对旁边人说一下 信耶稣就要好好听道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有些人对于这些经文 并不会陌生 我们常常称这个比喻 为啥种的比喻 从比喻的重点来看 啥在怎样的土地上 才是关键所在 因此也可以称这个比喻 叫做土栏的比喻 也是可以 因为重点在于什么样的土栏 那么在耶稣生平的传导当中 可以说他不止 生平不止一次讲过这个比喻 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 都记载这个比喻 那里说 耶稣是在加利利的海滨讲道 因为人非常多 耶稣就坐在船上 讲给岸上的人听 这样子这些人就不会拥挤 耶稣 那今天我们所读 路加福音并没有说在加利利的海滨 他只是说 那天来了很多的人 从周边的城市 也来了很多的人 这次耶稣可能在一块很大的平地上 在那里讲这个比喻 那么总之呢 耶稣生平传道呢 应该多次的讲过这个比喻 四卷福音书中 三卷福音书都记载这个比喻 可见这个比喻重要的意义 那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 不仅仅只是这个比喻 中间还有耶稣的门徒 请教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 以及耶稣解释比喻 对吧 我们刚把经文读下来 你要知道 今天由耶稣讲比喻 门徒请教比喻什么意思 然后耶稣解释比喻 还有呢 耶稣说 他的话就像灯一样 会照亮人 耶稣说 你们听 一定要专注的听啊 然后我们最后的经文读到 耶稣的母亲跟兄弟来找耶稣 耶稣借着这个情况来说明 他说听他话 行他话的人 才是跟耶稣是有关系的 真正跟耶稣扯上关系 不是靠血缘关系 是靠你是不是听他的话 行他的话 如果这样 你跟耶稣才是有关系 那么今天我们就会从这个四节 到二十一节 这个大的段落 看我们信耶稣的人 为什么要很认真听耶稣的话 那么这段经文呢 借着啥种的比喻 说明耶稣的话语呢 就像种子 人们到耶稣这里来呢 要认真的听 耶稣的话很重要 那么这段经文多次强调 人要听耶稣的话 比如说在第八节 耶稣说往了比喻 耶稣大声说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那还有呢 耶稣对门徒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 耶稣解释之后四次提到 人听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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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 那耶稣也继续解释之后 又继续强调说 你们应当小心 怎样听 那个小心怎样听的意思说 要专注地听 在这件事情上 你要很专注地听 那么最后二十一节 耶稣强调 听了神的道 而又遵行的人呢 这些人是 是耶稣的母亲 是耶稣的兄弟了 意思说 只有听他的道 行他的道的人 才是真正跟耶稣有关系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怎样才是好好听道呢 我们先来看 第一 听神的道 一定要追求更明白 跟旁边人说一下 听神的道 一定要追求更明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先来谈一谈 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 我们先来看 耶稣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 比喻在耶稣的传造当中 有什么功能 比喻有几种功能 第一 你讲比喻的时候 可以讲大家了解的一个东西 用这个东西呢 去比喻大家不懂的东西 那么你根据这个懂的东西 你就可以去了解那个不懂的东西 这个是一种比喻 可以让人更加明白 那比喻除了这个呢 比喻还有预言的功能 就是说把将来的事讲出来 有时候也需要讲比喻 因为将来的事 你也看不尽 我也看不尽啊 你看不尽 怎么告诉你呢 那透过比喻告诉你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也是比喻的第二个功能 比喻还有个功能呢 是比喻可以引导对方思考 然后你自己做出决定 这个也是比喻的功能 这个功能 大家还记得我上次讲到讲什么 讲西蒙 还有那个有罪的女人 对不对 那个西蒙觉得女人是罪人 耶稣怎么跟女人这么接近 耶稣应该不是新知 那西蒙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耶稣为了让西蒙知道自己是罪人 那耶稣用什么办法 耶稣就讲故事 讲故事让他明白 让他自己发现 自己是罪人 其实我们是罪人啊 不是别人告诉你的 如果你是罪人到今天 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那太可怕了 你根本没有得救 你如果是罪人 是自己发现的 你自己发现你自己是罪人 你才会悔改认罪 如果你觉得你是罪人 都是别人告诉你是罪人 那有点麻烦 所以耶稣为什么跟西蒙讲 比喻 让他思考 让他自己发现 他自己是罪人 这也是个比喻的功能 那比喻还有一个功能叫什么 比喻有委婉的表达的功能 就是说直接讲给你听 你会不接受的 那得想办法 对不对 不能直接讲 有一句话 温州话叫什么 打波节养奔眼 打冻子养奔眼 打冻子养奔眼 OK 对吧 这个也是比喻啊 有些比喻 你直接讲人家接受不了 那为晚一点 直接讲我们这个 争风相对不好 我们为晚一点讲 这个也需要用比喻 还有比喻 还有什么功能呢 比喻还有一个功能 可以说比喻让人听起来 有不同的层次 看你水平到哪里 水平低 理解的层次低 水平深 理解比喻的层次就深 所以比喻是哲理 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理解的 你看 我上次李静长老来到我们当中 晚上也给有些弟兄姐妹上了一些课 他都是在讲故事 对不对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无聊 为什么不讲圣经 不讲真理 不讲罪 老是讲故事 所以常老常常 他讲完之后 他上完课 他都会问我们 他说你们懂吗 我们说我们懂了 有一次 我们在 我在西班牙上课 我们有时候上课在山上 另外一个地方上课的 因为他的课学生很多 然后我们上完课 要坐车到学校吃饭 有一次我们上完了课 我们几个学生就和长老呢 李长老一起坐着车 然后我们就一路下来去学校吃饭 路上大概有二十分钟 然后长老就坐在前面 副驾驶 我们五六个学生坐在后面 然后长老就问 今天我上课讲的东西 你们听懂了吗 我们四五个学生起口回答 长老 我们懂了 然后路上还有十几分钟 长老一句话都不讲 他不讲是因为我们懂了吗 还是因为我们完全就不懂 是因为你就不懂嘛 谁说自己都懂了嘛 你这上课都讲不懂 还有什么话可以讲 没话讲了 算了 其实你根本就不懂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讲完啥种的比喻之后 门徒私底下就来问耶稣 他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在读的时候 耶稣的回答好像让人更不懂 耶稣说什么 神国的傲弊 只要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 我就用比喻 我用比喻干嘛 叫他们看也看不尽 听也听不明 耶稣讲比喻不是让人更懂吗 结果为什么耶稣讲比喻 要让人听不懂 对不对 好像你越读越不懂 耶稣越解释你越听不懂 所以我们这样想 其实是对经文有误解 耶稣讲比喻 的确是为了帮助人 让人听得懂 但是之所以讲比喻呢 因为神国 这些事情啊很难懂 当然你们不觉得 听过很难懂 听到很容易啊 你们不觉得难懂 因为你不懂 你才不觉得难懂嘛 对不对 又听不懂了 对不对 你不觉得这个很难懂 你才会觉得 这个很容易懂 真正懂的人 才会觉得难懂啊 对吧 所以你看 因为神国的事 真的是很难懂 神国的事情 是被隐藏的 这段经文说是奥秘 是隐藏的 耶稣要透过启示 神国的福音 给人懂 所以要透过启示 让你懂 但是还有 许多人不懂啊 那些人为什么都不懂呢 听不懂呢 不懂的原因 我们要注意 耶稣在那经文里讲 耶稣讲的一句话说 我讲比喻是 让他们看也看不尽 听也听不明 耶稣讲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引用的 旧约以赛亚书 第六章第九节 我们第六章第九节 再看到第十节就知道 他们为什么那些人 看也看不尽 听也听不明 那里经文说 第十节说 要是这百姓 心蒙之油 耳朵发沉 引经昏迷 就说 那里以赛亚书 形容当时神的百姓 心里蒙上了厚厚的油 耳朵发沉 引经昏迷 圣经说 恐怕引经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病得一致 意思说 我巴不得你这样 所以原来 以色列名是 心里刚硬 门上一层油 这样的人 是听不懂 耶稣的话的 是不明白真理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想请问大家 门徒来问耶稣 啥种的比喻 是什么意思 那那些百姓 也听了耶稣啥种的比喻 对不对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来问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是门徒来问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是门徒听不懂 是百姓都听得懂 是来问的人不懂 还是不来问的人都懂了 来问的人懂呢 还是不来问的人懂了呢 是谁懂谁不懂啊 都不懂 不来问的是完全不懂 来问的呢 懂一点点了 懂什么了 懂自己不懂啊 这就是懂啊 你知不知道啊 我们最大的懂 是什么懂啊 你要知道自己不懂 已经开始懂了 问题是你知道 你是觉得自己都懂啊 这个才是大问题啊 罪人认罪也是这样啊 你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这才是大问题啊 你开始觉得自己不好 已经好起来了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来看啊 我们这个教会开拓以来 我算了一下 我的讲到 大概已经讲了 五十堂信息了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 来问我说 这里的经文 为什么这么解释呢 或者来问 你为什么讲出来 是这个意思呢 你们从来都没有问啊 我以为你们全都懂了 还是你们根本就不懂 不懂问问题 所以耶稣将神国福音的信息 可以说因为是奥秘 所以耶稣要讲得让人懂 所以耶稣用比喻讲 但是听见的人 真的真的 有些人完全不懂 完全不懂的人 听见之后是怎么一个反应呢 就是这里说的 完全不懂的人就觉得 这简单啊 耶稣今天讲到讲讲 就是讲啥种嘛 撒下去有四个土地 有些收有些不收 这谁不懂啊 我听听这样撒 我听听都这样 那耶稣讲到讲啥种 对啊 有些人就说 耶稣讲到讲啥种 对吧 就像有些人听了 上上次的李静长老的讲道 长老讲什么今天 哦他就讲那个彩色的梦 跟黑白的梦嘛 所以有些人真的觉得 耶稣就是讲啥种嘛 他觉得自己完全懂了 其实这是完全不懂 懂了一点点的人呢 就向这个门徒 就来问耶稣 而耶稣啊 这个比喻啊 是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这门徒开始有点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也称你们 亲爱的听到的人啊 完全听不懂的人 就像这个啥种比喻当中 在第一类 傻在路盘的 那个傻在路盘的是什么呢 傻在路盘的 就被净踏了 被飞鸟吞吃了 所以耶稣解释说 这是魔鬼的工作 是他把神的道 从你心里面拿走了 所以耶稣这里特意称他是魔鬼 而不是撒当 你要注意 魔鬼名字的意思是 诱惑人的 试探人的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对抗神的旨意 讲毁谤话的 所以神的道是 醒名神的旨意 而魔鬼是 对抗神的旨意 他是专门让人 对抗神的旨意 对抗神的话语 所以 神的话在讲的时候 你在听的时候 魔鬼就会把他拿走 把他拿走 让你觉得 我完全听得懂 其实都不懂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注意 想想你自己 你是听得懂了一些 还是听得懂一点点 还是有很多问题 要进一步明白 你觉得你是完全懂了 很可能你是完全不懂啊 所以我为什么 要这样说 因为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在十八节就这样说嘛 十八节说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 怎样听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 令他以为有的 也要夺取 这个意思说 听懂一点点的 继续听 继续听 神会让你越来越懂 越来越懂 你很多不懂 没问题啊 至少你懂一点点了 还有很多问题 这没问题的 问题就怕你没问题 对吧 有问题说明你开始懂了 然后你会继续听 继续听 你就越来越懂 听不懂的人呢 他说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会失去 这里听不懂的人 会继续听不懂 到最后他所有的都会失去 这个到最后所有的失去 是指耶稣再来 审判的时候 你在天国里 你一无所有 所以没有的人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夺取 注意这里经文 他说没有的人 他说有啊 有什么 是自以为有 其实是没有 所以现在关于神国的福音 一无所有的人 将来也是一无所有 所以经文不是说 他现在有 注意这里的有 其实是自以为有 等于你是一无所有 我不知道 你觉得自以为有吗 自以为有是一无所有 自以为有 是自以为全懂了 小心 你可能完全不懂 听到的时候 你可能只听到 表面的故事 背后的神学真理 你可能根本听不懂 所以完全不懂的人呢 也有个特征啊 就是最能专懂 对不对 完全不懂的人 最能专懂 懂一半的人 很难专懂 知道吧 所以我们有时候 说到我们有时候 在上课的时候 特别上 离间长老课 他常常都是 跟我们讲生活中的事情 我们听了半个小时 听了一个小时都说 为什么还没有开始上课呀 十五分钟就要下课了 然后一下课 好像还没上课呀 其实他已经在教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听神的道呢 一定要追求明白 耶稣说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对真理的明白呢 一定是日积月累 一点点懂起来的 所以有人说 我读圣经读不懂 不想矜持了 我不读了 你读不懂 已经开始读懂了 你懂吗 对不对 你说你自己读不懂 你开始懂了 你矜持下去 你不可能读一次 你就能读懂的 你要一点点 静静明白 所以有一些人 圣经也没怎么读的人 听到也不来的人 然后说起 听过的道理 说自己很懂 我就好害怕这些人 所以你看 圣经 写圣经 神都用了脸轻盈 所以圣经的真理 是静静启示的 那你明白圣经 也是慢慢慢慢明白的 所以这是第一 那第二我们看 听静的道 勿要矜持 继续相信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第二类的种子 这些种子被撒在盘子上 就是指撒在银石上 下面是一层 勤勤的土 你看这里就有石头 那么这些撒下去 它也会斩 但是很快就枯干 因为它得不到水的滋润 那耶稣解释说 有人听了道之后 他对神的道是有回应的 他非常高兴 哎呀 信耶稣好啊 很高兴 但是因为心中没有根 这个心中没有根 怎么理解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 心中没有正确信心的根据 没有根据 信心 正确信心的根据没有 它的信心是暂时性的 暂时性的意思说 一切事情都很好 凡事很顺利 这叫暂时性 如果遇到失恋了 哦 信心就没了 退后了 结果就枯干了 所以一时信心的生命 就失去了 所以耶稣以种子 在土地里生长 结果之比喻 真实的信心 你必须是持续性的 神的道是有生命的 就像种子一样 有生命的 种子是需要在泥土里 要经历很长的时间 然后还要经历发芽 经过发芽 它要长出来 还要经过阳光 经过雨水 才是长大 长大 它开花 开花之后 才解出果子来 哎呀 我今天在家 种个五花果 我等到现在 才吃到五六个 它三月就发芽了 我等了半年多了 等得好辛苦 但是需要时间嘛 就得需要时间啊 结果子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信耶稣 如果你要看到 我信耶稣的结果 那你得等 等多长呢 起码等好几年 或者等个几十年 有可能要等一辈子 这是信耶稣 信耶稣不会马上有效果的 要花时间的 所以有些人信耶稣 他的信心缺乏正确的根基 他的信仰就像明经信仰一样 带有功利主义的目的 意思说 信耶稣就像拜米信一样 我多拜拜 我多烧顶香 我给庙里多捐情 哇 神明就马上祝福我 祝福我 哇 生意兴隆 家庭平安 事事顺利 然后 你信耶稣呢 哎呀 对信仰的认识 你也像跟拜米信一样 你就是那个 如果你是这样认为啊 你就是撒在石头上的种子 你一遇见试炼 你的信心就失去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耶稣不仅仅只是一次 我说我信耶稣 不是一次认信 是持续相信 叫信耶稣 不断的相信 你看圣经当中 信心相信这些字啊 从原文来看 中文读不出来 原文看 80%都是动词 动词 动词 是一个动作 意思表示 你要不断的 一次一次的相信 相信相信 对吧 善周信息 谈信心的层次 对不对 你看那个大臣 他儿子快死了 求耶稣 耶稣还不去 耶稣说 你儿子好了 回去吧 这个大臣 他就回家 你觉得他回家的时候 他路上 在怎么想 他可能一下子想 嗯 耶稣说话了 我儿子一定会活的 走走走 哎呀 我儿子会死啊 我回去怎么办呢 我儿子一定会死 那就走走走走 又觉得哎呀 对 我要有信心 耶稣说了 一定好 一定好 但是又走走走 哎呀 我儿子一定会死掉了 这怎么办呢 他肯定是这样的嘛 所以你看 当他那个仆人啊 知道他儿子活了 那个仆人赶紧要告诉这个大臣 赶紧告诉他 拼命跑 跑过来 告诉主人说 你儿子活了 他一听 他第一个问题问什么 他第一个什么 什么时候好的 因为他又确定啊 耶稣是什么时候说的嘛 对不对 我儿子好了 是在耶稣说之前 还是耶稣说之后 还是耶稣说的时候就好 结果他一问那个时经 就是耶稣说的时候 他儿子就好了 哇 这个心就掉下来了 对吧 后来圣经说 他全家都信了 所以这个信心 经过这个考验之后 这个路上 哎呀 要信还是不信 哎呀 要信 你也必须要经过这个痛苦之后 你信心就成长起来了 信耶稣 你的信心要经历痛苦啊 要经历挣扎呀 经历经历之后 哎 你就信心就大起来了 所以这就是信心要经历的 所以弟兄姐妹 要相信要持续 要不断的信耶稣 经过试炼 能提升我们的信心 所以信耶稣 不是一天两天 马上能看见效果的 跟旁边讲 信耶稣不是一天两天 马上有效果 信耶稣要需要使劲 是种子撒在地里头 结出果子来 起码要傍宁 对吧 所以信耶稣不是马上 看见效果 信耶稣我们也不是带着 功利主义的明经信仰 信耶稣我们就要花时间 要等待种子发芽 长大 开花 结果之日 你才有收成 所以信心的功夫 也是忍耐的功夫 好 让我们读一些经文 好 路加福音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八章四节 一二三 就是人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十二节 一二三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好 我们再控 第三 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 一二三 我们确实的信心 经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 这样 要伯拉罕既很久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的 要忍耐 信心就是要花时间 好 第三 听了道 还要拒绝世俗的价值 听众弟兄姐妹 让我们看第三类种子 那些是什么 是撒在荆棘里的 这个种子 你看下面都是荆棘 这个种子是撒在荆棘里的 它在荆棘中 这个种子有没有发芽 有 有没有成长 有 有没有解除果子来 没有 所以这些种子有发芽 有成长 为什么不能解除果子来 也就是说 这些种子跟荆棘一起长 它会被荆棘挤住了 就不能解除果子来 那这些经济是什么呢 耶稣说 耶稣解释说 就是今生的思虑 情财 应乐把它挤住了 就解不出成熟的子弟来 所以弟兄姐妹 今生的忧虑 今生的财富 今生的应乐 原文可以翻译成 今生的享乐 一个是思虑 财富 享乐 这些我们每个人都会享有 也都有 思虑也有 对吧 财富也追求 享乐也想要 但是生活中 确实有很多的忧虑 但是这些忧虑 常常会击碎我们的信心 今生的财富 我们也享有越多越好 我们可以说 为了今生的财富 我们都是拼了命的 对不对 这样讲没过分吧 没过分吧 拼了命 今生的享乐呢 我发现我们温州人 去旅游也是拼命的 法国人去旅游是很轻松的 我们旅游好像说 不往一往 不搞一搞 好像浪费时间 所以就拼命去沙汤 拼命去哪里往 是不是 我们旅游也拼命 这哪里是享乐呀 太拼命了 所以我们是拼了命的 把壮来的琴拿去 拼了命的消费 都在拼命 我们是用今生的短暂 去换的那些虚空的快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应该像那些 只追求今生快乐的人 今生很短暂 告诉旁边的人 今生很短暂 将来是永永远远的 知道吗 我们看有一首诗歌 我们会唱的有首歌 宋别长亭外古道兵 我想大家知道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 近代中国有名的思想家 诗人 音乐家 书法家 他名字叫李苏彤 他写的一首诗 他诗里面有两句话 他说 人生犹如西山日 他说人生像西冰 山上的太阳 人生就是落山的 富贵 尊如草上花 你的富贵 就像草上的花一样 你这下子就会凋零的 所以基督的眼光 要看得远 要看尽永恒 永恒比短暂的今生 重要多了 所以保罗说 即使在今生受苦 其实保罗也讲 是无所谓 保罗说 比起永恒的荣耀 今生的苦难 就算不得什么了 所以今生的忧虑 今生的钱财 今生的享乐 都属于世俗的价值 它就像洒在 它就像种子 洒在荆棘当中 虽然你信耶稣 你也发芽 你也成长 但你终究不能写果子 因为世俗的价值 在你里面 所以有很多基督徒 而且我们也是这样 神的国也想要 世界也想要 对吧 一兵信耶稣努力 对吧 一兵追求世俗的价值 我们也拼命 我们两只脚 一只脚踩世界 一只脚踩着神的国 小心脚踩两只床 告诉旁边的人 小心脚踩两只床 总有一天掉在海里 告诉他 所以马太福音六章 二十四节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族 不是饿这个就是爱那个 不是种这个就是亲那个 你们不能侍奉神 又侍奉妈们 所以我们要追求神的国 好我们看经文 菲律比书三章七节 我们读一下 只是我 一二三 只是我心情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都 因我一认识我主耶稣为之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那些与你有益的 其实真正在基督上方面 都是与你有损的 好 雅各书四章四节 你们一二三 你们这些隐乱的人 岂不知与世俗为由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反而想要与世俗为由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我个人觉得 今天信徒最大的问题 就是信了耶稣 进入神的国 还要继续追求世俗的价值 我觉得这成了很多 信徒信主许多年 信心仍然软弱 生命没有成长 也没有解出果子来的原因 弟兄姐妹 我们应当警醒啊 新闻我们今天读的 在十八节 耶稣再次说 你们应当小心 怎样听 因为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夺去 耶稣比喻说 灯顶在灯台上 耶稣的话就是这个灯 就是这个光 耶稣的话信在 祂的话是拯救我们 醒明我们的黑暗 我们可以悔改 但是将来的日子 主来的日子 耶稣的话会成为 审判我们的光 因此我们现在要 很小心听神的道 听尽 你自己悔改 悔改一定是你自己的 不是我叫你悔改的 所以我们要拒绝 还要拒绝对世俗价值的追求 这样子我们才能 因神的话结果之 好好好听到最后一个 好好听到的结果 一定是行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时候我想 大家有时候会觉得 基督徒生命成长很困难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 其实不是这样 只要好好听到 假以时日 基督徒的生命 就会成长起来 还会结果之 你看第四类的种子 甚至说落在豪土里 生长起来 结出百倍的果子 所以什么是豪土 当然耶稣这里解释说 就是你要持之以恒 你要忍耐 但是能结出果子来 不是因为你持之以恒 不是你忍耐 是果 那个种子就有生命 它就能结果子 它就能长大 所以种出结果子的果子来 不是突然的功效 是种子本来具有生命力 所以耶稣一开始解释比喻 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 种子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是有生命的 神的道是有能力的 神的道在人心里 就会产生生命的果效 你看圣经一开始 创世纪 就说 神说要有光 就有了光嘛 万物都是因为神的话 被创造的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劲还快 能够令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赤鹿泼开 令心中的失恋和主意 都能避免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话是有能力的 只要你单纯的心接受 不断的学习 认真的遵行 所以在这里我谈到学习的时候 我还要跟弟兄姐姐讲 我们不是从理论上 学习神的话 我们对神的话的学习是 投入事 我们的信仰是投入事 我们的信仰不是理论事 理论的东西 你一学就知道啊 很容易啊 但是投入事是 你要投入信仰当中 所以你要听进神的话 要去行道 你要把自己的生命 投入到神的话语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 对我有印象 我上次讲的那篇道 我讲了一句话 我说 我今天早上起来 突然 神给我一句话 我发现说 我们是罪人 原来是真的 我觉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听啊 我们是罪人 原来是真的 有人说 哎呀 伯中信耶稣都信了四十年 讲道讲了二十年 现在才知道自己是罪人啊 这个话不是这个意思了 这个话说 我们是罪人 原来是真的 这句话说 我们是罪人 跟我们是罪人 原来是真的 它是有区别的 对不对啊 你说我们是罪人 这句话 圣经告诉你 传道人告诉你 理论上你知道 我是罪人 但是有一天你说 我真的是罪人 你已经 这叫做投入室 因为你在生活中 经历经历经历 后来你真发现 你就是坏人 这个叫投入室 所以神的话 你要投入进去啊 所以你听见神的话 你一定要在生活中 去行道 这样投入室的信仰 才会产生真正的果效 你的生命就会成长 你会结果子 所以我们相信 神的道是有能力 那么我们要投入 好 那么今天的经文 最后一个段落的小节 就是19到21节 那里经文说 谁是耶稣真正 承认属于他的人 那经文最后 为什么说 耶稣的母亲 耶稣的兄弟找耶稣 有人说耶稣啊 你的母亲 你的兄弟在外面 想要见你 耶稣说 谁是我的母亲啊 谁是我的兄弟啊 好像耶稣六亲不认啊 不是这个意思了 耶稣是借这个机会 告诉大家 你们跟我产生 真正的关系 不是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也没有用 你要跟我产生 生命的关系 你要听我的话 行我的道 你就跟我有关系了 如果不这样子做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离开我去吧 那就是这样 那里不是说吗 有人奉耶稣的名 赶鬼耶 我还奉你的名 传道耶 耶稣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只有听他话 行他道的人 他才真正认识 好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回到最后结语一句话 神的道 听尽信了 必然得救 这是经文 经文有的 因为说 那个种子撒下去 魔鬼来把它弄走了 为什么 恐怕 他们信了 就得救 那个经文有啊 对吧 他们信了就得救啊 其实神的道 听尽信了 必然得救 要好好听到 持之以恒 加以忍耐 你就是师评中 敬为神的那种智慧人 师评第一评 昼夜思想 夜花话语的人 他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叶子也不会枯干 他会按时后 结果子 注意是按时后 结果子 时间到了 就会结果子 所以这就是 好好听到 我们把这四点 只有读一下 就结束 好吧 一 第一 听神的道 第二 听尽的道 物要 第三 听了道 还要 第四 好好听到的结果 我 听了 听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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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